法老新专辑被批,活死人全员支持,派克特弥补求婚 又握着,欢迎大家来到说唱在线 法老昨晚发布了新专辑退潮 专辑共收录17首歌 合作对象包括公尼娜、幼稚园杀手、张嘎怂、阿达瓦等十几位歌手rapper 声援活死人厂牌的创始人 法老新专辑的发布也得到了活死人厂牌全员的支持 昨晚几乎活死人厂牌所有成员都将头像换为法老新专辑封面仪表支持 不过似乎并不是所有rapper都喜欢法老的新专辑 曾经参加2020年中国新闻唱并加入张亮颖联盟的 Ice Pro的张子豪在网上表示 选个BGM节点有意义的小学生押韵作文 开始诗朗诵还吹上天呢 门心自问,这歌你会循环不? 确实进步了,当年幼儿园日记,现在变小学生了 恭喜又收获一波一年后圈外粉 尽管Ice Pro并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针对法老 但很多人认为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并且不少网友还表示连指名道姓都不敢,还喷什么喷 派克特此前参加中国说唱的电风对决 由于没人选择而被淘汰 准备的求婚仪式也非常遗憾地没有进行 不过派克特近期似乎弥补了被淘汰没求婚的遗憾 因为在前几天的巡演中 派克特和与朋友现场视频 并唱了在节目中没有唱的求婚歌曲 我告诉你